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Sumway的这两家公司 足以克服市场的整体逆风 让我们来闲聊这两家公司 在2022年7月8号的时候呢 RHB这家投行呢 是对Sumway还有Sumway Construction这两家公司呢 给予买入的评级的 对于Sumway来说呢 它给予的目标价为2.06令吉 仍然有26%的上行空间 有鉴于市场逆风呢 让RHB相信呢 Sumway稳健的基本面 还有它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呢 能够帮助它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一个时期 今年呢 它的三个核心部门的盈利呢 复苏是来得非常的不错的 可能会抵消一些较小的业务部门的疲弱 新投资的物业开放呢 也可能会提振它的物业投资 还有医疗保健部门的整体表现 三位这家公司呢 除了比较较小的部门之外呢 其他部门表现呢 其实是不错的 最近呢 RHB投行呢 就跟双微的首席财务官 冲昌寸和 还有一些投资者关系的团队呢 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 三位的管理层就表示了 今年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和建筑等关键部门的收益呢 应该会有所改善 但由于需求复苏的放缓 成本的压力 以及供应链的中断 贸易和制造 踩石和建材呢 可能会继续保持着疲弱 这都是由于呢 中国的一些部分的封锁导致的 不然如此呢 这三个部门的利润贡献呢 是比较小的 他们仅占profit before tax呢 疫情前的10到12个percent 双微加年华呢 新一期的开幕呢 应该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最近新阶段的开业 10到商场的NLA翻了一番 达到了100万平英尺 新一楼城的开始呢 已经实现了80%的入住率 而且呢 承诺呢 即将会达到95个percent 由于许多零售品牌呢 是槟城市场的新品牌 加上呢 附近缺乏这样规模的商场 所以让RHB投华呢 双微加年华会非常受的欢迎 即将在2022年第四季度 开业的双业 双微医疗中心 毗邻它的购物中心呢 将进一步推动 这个地区的零售和商业活动 三位这家公司呢 也拥有着一定的 面临下险风险的危机 就比如说 2.2亿令吉的销售目标呢 可能会面对下调 或者达不到的一个状况 虽然三位公司呢 在2022年第一季度 已经实现了 4.47亿令吉的新销售额 但有鉴于呢 银行比预期还要来得早呢 房地产可能 它的需求会可能比较弱一点 由于呢 中国的零星观政策 导致市场的情绪非常的疲弱 还有再加上 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导致中国天津的双微花园 现在受到一定的阻碍 柏林公园呢 可能会在2022年底 或者是2023年初的时候呢 退出 双微医院建设的成本呢 也是有所增加的 由于建筑材料价格上涨 和购买新的医疗设备 新医院的建设成本有所增加 而由于击落 医疗设备变得更加的昂贵 然而三位管理层就表示 由于双微建设呢 是承担所有建筑工程的承包商 有鉴于更好的成本管理 和大宗采购的时机呢 成本增加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投行RHB呢 也是给予一定级93C的目标价 给予三位construction 双微建设的 整体来说呢 三位这家公司呢 整体的基本面呢 还有它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呢 还是它的现金流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也非常健康的 但是股价的成长呢 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是属于非常稳健的 对于一些比较喜欢保守型 和稳健型的呢 三位这家 我觉得个人觉得 是一家值得信赖 而且值得投资的公司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